我们在今天修行修什么 这叫真修行 我们现在搞错了 每一天念多少声佛号叫修行 每一天读经拜佛叫修行 错了 真修行就是六根结束六成经济 去修平等心 修清净心 修倦耳不迷的心 这叫真修 这才重要 订这些功课是做什么用处呢 那是舞台表演 表演给没学佛的那些众生看 让他们看了之后 对佛法起恭敬心 对佛法起好奇的心 来询问 这是触动他的动机 修佛动机 他来询问 你给他解答 怎么回事 真正用功 没有痕迹 所以 早年 张家大师告诉我 佛法 众生智 不众心事 我相信这句话了 不是张家 他老人家自己说的 因为我有一次在新加坡 跟新加坡纳丹总统在一起 吃饭的时候 我们俩做这一块 所以我知道这一句话 应该是古达德所讲的 讲得好啊 这真因修行 行事不重要 行事是做个别人看的 做广告 劝别人修佛 要用现实 自己的真功夫 不中现实 这个不可以不懂 这个不可信心事就会有一次在新加坡级丹总统在一起